一辈子很短,每个人都要善待自己 两个人走到一起也是希望能牵手一生 相濡以沫,但当婚姻真的只剩下冷漠争吵 这样婚姻又何必再坚持,不如放手 下面这几种婚姻真的没有必要继续下去 1.有幸无爱婚姻,长期缺乏,时间相互冷漠,不干涉各自生活 2.婚姻出现矛盾,不想着沟通解决,以家庭冷暴力代替 一方不堪忍受,结束婚姻 3.夫妻三观不合,无法沟通,语言、行为、思想完全不一致 用句俗话,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走到一起 完全不在一个轨道上,生活中满是痛苦 4.一方出轨,另一方出于报复,出卖身体 寻求婚外情来达到心理平衡,最终两败俱伤 将本就岂岂可危的婚姻推向灭亡 5.婚姻中只剩下仇恨,没有关心,只剩下无尽的指责和咒骂 6.没想和你好好过日子,抱着骑驴找马的态度 有合适的立马和你分手 7.视对方为最熟悉的陌生人,投一屋檐下,完全当对方是空气 8.夫妻性生活只是解决生理需求,没有一点爱的成分 当一方不从,便便美加厉,指责怀疑 9.出现猜忌,一切社交软件都要盘查 就怕你出现婚外情,疑神疑鬼 更有甚者,一方出现财产转移,夫妻出现阿西,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 10.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出现小事,就对对方拳打脚踢 事后后悔,道歉发誓 然后下次还会这样,狗改为了吃死 11.一方过分听从父母的话,家庭矛盾从来不像的你 似乎他们才是一家人,你是外人